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 今天我们来讲西域火焰山地下文明 一个西域神秘的文明就吸引了考古学家 进入了新疆火焰山底的一个地下世界 而恐怖的人皮地图 神秘的水上立方体 时事中惊现的多具唐朝士兵的尸体 这个千年前的文明与唐朝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个古国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文明的秘密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火焰山地下立方体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为了探索乌鲁教的恐怖传说呢 元森三人就前往了图鲁藩的 鲁克庆火焰山下的一个万人坑 在那里就发现了一个洞穴 他们找到了被唐朝屠成的 窃令人文明的遗迹 在石室中就发现了神秘壁画 显示了这个西域古国 居然与狮喂养一种四手四脚的怪物 通过一根能够自动升降的石柱 三人似乎发现了更多的线索 三人爬上石柱之后 一起用力勉强把石板撬开一条缝 上面正是他们来时候的那个石室的平台 而手电筒突然在前方的几十米的地方 照到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灰蒙蒙的 就挂在一根倒悬的石柱的底部 看样子似乎像是一个人 而正当元森下滑了两米 确切的说那不是人 而是一张神秘的人皮 这张皮并不是简单的皮 而是一张四手四脚怪人的人皮 宛如脱皮一样 那三个人就将这个东西收好 继续往洞穴深处走去 感觉到从西边还吹来了一阵风 风是暖的 里面夹杂着潮气 元森当时暗自就惊奇 这么潮湿的风 应该只有海面上才会有 而火焰山的地下怎么会有呢 持续走了半个小时左右 那股潮湿的暖风吹得越来越强烈 他们面前赫然就出现了一片 波光淋漓的大湖 而地下空间中居然隐藏着这么大一个湖 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元森就把重点全部都集中在了 这座大湖之上 他们在湖岸上跑了一圈 岸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 以及赤红色的泥土 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东西 当他们潜入湖中 奋力的朝前滑水的时候 滑了一段 这个元森就打着手电筒 隐约可以看到 湖心处有一个庞大的东西 就悬在水面上 由于距离太远 根本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 他心里就暗自奇怪 难道这是一艘大船不成吗 他用尽力气 只能感觉那是一团巨大的影子 是一个立方体一样的东西 滑了半个小时之后 元森终于靠近了湖中心 那个旁人大物 他在不远处就看到了 这个旁人大物的外观 那东西居然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立方体 外面是整齐的木板 门有门和窗户 高大约有十几米 几乎能看到横在湖的中央 而两头都隐藏在黑暗之中 粗像是一套巨大的集装箱一样 立方体的下面 是一座小山寺的大石头 而这个石头露出湖面 大约三四米的样子 仿佛是悬在湖面上一样 他们用匕首撬开了这个木板 两寸厚的木板下 竟然是一种漆黑的金属 用匕首扎上去发出清脆的那种 钉钉的声音 也不是铁 而圆三扎了几下之后 那个军刀就圈了起来 而这个金属上却没有一丝丝的凹痕 如果说这是一千多年前 切地人留下的文明遗迹 多少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以他们当时的冶金工艺 充其量就是筑个刀剑假盾 要做这样大规模的工程 可能性很小 可是这样一座密封起来的地下空间 那立方体如果不是地下空间的主人 切令人造的 那又会是谁留下的 而圆森就决定下浅去看看 在一块大石头的基底的部分 延伸出来上靠着一个石板 他急忙浅下去 拉洞了一下 那个石板就像门一样打开了 露出了一个容纳一个人 可以钻进去的小洞 当他们钻到洞中之后 就来到了一个空间颇大的石室 在石室中央就画着一个 白色的巨大的圆形 圆里面是一个交叉的石字架 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那那个圆的直径大概有20多米 画圆的白线有胳膊肘粗 他们站的位置就是在交叉的石字架上面 圆森就围绕着圆圈转了一圈 用手电再把周围照了个遍 除了赤红色的石墙和地板 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他又照了照石室的顶上 这个时候才发现 地面上那个符号对应的石室顶上 居然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图形 只不过那个图形不是圆 而是一个猙獰的骷髅头 那从下朝上看 只会觉得那个巨大的骷髅头 挂在头顶 似乎要扑面而来 给人巨大的心理压力 圆森的心头隐约不安起来 在这石室里出现一个圆形的符号 就已经相当奇怪了 再加上头顶上对应的骷髅头 就更匪夷所思了 那这符号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难道是古代窃列人的图腾吗 他很快就想起地下空间 那张画着三只眼睛的骷髅头皮 与之符号对应呢 是否也有着某种联系呢 而骷髅头离这个地面十几米高 墙壁又很光滑 他们也没办法借力 攀上这个石室的顶部去检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中一个战士就叫起来 却看到这个墙壁的角落里的 一扇石门半开着 石门不大 高呢不到1.5米 宽不到1米 几个人就打着这个手电筒 小心翼翼的钻进了石门 在石门的背后呢 依然像是一个空间 只不过更长 长的呢都看不到头 手电桃间照去呢 就是看不到镜头的黑暗 里面呢依然是空无一物 袁森就紧了紧背包呢 麦角蹬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那东西还发出了一阵啊 清脆的响声 滚了几米之外 连忙拿手电一照呢 原来啊 那是一个古代将军头戴的铁头盔 竟然是一具穿着古代战甲的尸体 那尸体上面的肌肉已经塌陷 没有腐烂的痕迹 而皮肤上呢 像贴了一层油皮 手足都很长 可以推测活着的时候呢 应该是一具高大威猛的将军 而袁森想到呢 唐朝安息的四镇节度史 高先知呢 曾征伐过切丽的故事 于是他就猜测呢 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唐朝的将军 他已经死了一千多年 一千多年之前呢 他的尸体竟然没有腐烂 在这座神奇的立方体里 居然变成了一具干尸 而这干尸呢 也验证了立方体啊 真的是在大湖上存在了一千多年之久 甚至是更长时间了 先不说古代切丽人建造这个东西干什么 以当时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呢 他们又怎么可能建造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呢 袁森蹲下来呢 尸体的面部因为肌肉脱水下陷 但是却能够看清他脸上的表情 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呢 势必是在他临死之前的最后 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因为他的脸上肌肉张开 眼部肌肉奔得很紧 牙齿摇在一起 这一切表情都表明了 死之前是一副惊恐的样子 难道是受到了某种惊吓吗 他在立方体里到底遇到了什么东西 再往前走呢 两侧的石壁渐渐缩小 走了一段之后呢 就完全缩成了一条两米宽的廊道 廊道里有很多具啊 唐军的干尸 从衣着上来看呢 那一些干尸呢 都是普通的士兵 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让人奇怪的是啊 这一些干尸脸上的表情 跟石门后的那位将军的表情 居然都一模一样 都是瞪大眼睛啊 肌肉紧绷 似乎在死亡之前呢 见到了什么让他们难以接受的东西 难道地下空间里 真的有一些诡异的东西吗 在走了一阵之后呢 前面赫然是一间石室的口子 手电照了一下呢 是一间不大的石室 而在石室的中央呢 坐了一具尸体 他坐在一米高的这个石墩上 也是一名唐军的将军 双腿盘坐 正视前方 而双手摆了一个古怪的姿势 看起来呢 非常的奇怪 那这个尸体也是一具干尸 但是他的脸上呢 却没有啊 惊恐的表情 显得很淡定 他左手曲成拳 右手朝上 而右手的三根手指还张开 朝下的两根手指呢 曲起来 所以袁森在干尸的旁边 还转了几圈 完全就看不懂那个手势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间石室呢 只有十几个平方大小 真不知道一千多年前的 切丽人啊 是如何生存的 更难以猜到呢 大唐的军队 又是怎样破了 切丽人文明呢 将他们的斩杀殆尽的呢 拉木呢 也看到了这具干尸啊 满脸惊讶之色 他说 当时的七五五师探险队呢 在阿勒泰山上 就发现了一处 乌鲁教的寄警里啊 乌鲁教拜的神呢 手里都捏着这种符号 而乌鲁教的神秘啊 袁森不但从西域宗教 密考上见过 那在记录探险队的 深入乌鲁教寄警的 那一段录像里呢 更是活生生的也见过了 可是 这一千多年前的 唐军的将军啊 在切丽人修建的石室里 居然摆着这个诡异的符号 又意味着什么 而乌鲁教最初呢 是在吐鲁藩地区传教 难道这位唐军将军 当年也姓乌鲁教吗 他被困在立方体中 自己知道必死无疑 所以摆出了乌鲁教的手势吗 等待着灵魂飞升吗 那想到这里呢 袁森不禁的摇摇头啊 因为这种说法 居然完全可以说得通 但是呢 又毫无事实依据 那拉木就认为呢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在操纵着他 摆出了这个手势呢 他说在古代呢 戍边的军队啊 纪律非常的严 他们与西域的 其他的部族接触非常少 说他们本来就是 乌鲁教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他们啊 是不是触动了什么 在临死的时候呢 被那个东西啊 驱使而摆出了 这种邪恶的符号呢 古代的西域呢 有不少的小国都信奉邪神 至今的那些古国的遗址附近呢 都经常出现离奇的事情 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这种可能性呢 是有的 而切立文明呢 与乌鲁教呢 都太过于神秘啊 几乎不为人们所知 没有人明白 这个符号到底代表了什么 他们苦思无果之后呢 便从石室里退了出来 石室外面有一条极短的廊道呢 大约只有十几米 走到廊道的尽头呢 有六条分叉孔 都是环形回廊 都不知道通向哪里 他们选择了一条向前走呢 想看到立方体最深处到底是什么 而廊道的尽头是一面石壁 上面雕刻着一副面目猙獰的人头 那人的面孔呢 隐藏在胡子头发里面 看起来非常的阴森 而石壁也长十三四米 高也七八米 就只雕了这一张人脸 看起来很突兀 完全不知道石壁上刻着这张人脸有何用意 只见拉木正趴在石壁上 小心翼翼的查看着奇怪的脸 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呀 在他的身后呢 就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响 袁森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呢 只见他身后的那个石壁 裂成了两半 手电光照到里面呢 是黑黑的 而三个人钻到了那个石壁的口子之中啊 拉木就解释 他发现那个石壁的人的脸上 并不是平的 有很多纹理 而那些纹理的布置呢 非常像他在草原上 见过的一种奇怪的石头镇 他说那些石头镇摆的就非常古怪 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留下的东西 但是呢 都是有规则可循的 如果不懂规则的人进去 就很难走得出来 除非找到石头镇的镇眼在哪里 他说以前就听很多族里的老人就说 草原上的怪石圈呢 是用于捕猎的 而几千年前呢 草原上的仙人还没有工奴 他们就在大地上呢 用石头布镇 巫师念咒 而这种石头镇呢 就很奇怪 野兽被诱惑进去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再出来了 而圆森的手电光照到的前方呢 似乎有一个石柱一类的东西 他们走近一看呢 才发现 那不是石柱 居然是一个人坐在石台上 而这幅画面跟前面的石室里的情形呢 几乎一模一样 也是一个身穿铠甲的将军呢 坐在石墩上 手里呢 捏着一样的奇怪的符号 而这一句干尸的年纪呢 显然要比第一句干尸年纪大了 个头稍小一些 脸上的表情呢 也非常的淡定 看着他手上的符号呢 有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 更添加了几分诡异 这时候拉木呢 突然有所发现啊 就招呼两人过去 他们见墙上有一行字 上面就写着啊 前路微微回头时啊 字的颜色呢 比石墙的颜色要略深一些 应该是血迹变淡导致的 古人不惜用血书来提醒后者呢 可见这句话传递的意思是非常之重要 他的目的是阻止后面的人 不要再向前了 前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会让这位大唐的将军啊 这么恐惧呢 以至于要留血书提醒后者 三人这个时候啊 心都悬了起来 靠近血书后面的石墙呢 室顶上呢 就衍生出一条长达五米左右的 石头锥 他们用登山绳攀爬呢 几分钟时间就爬上了距离地面 十米左右的石室顶 那距离空间二十米的地方呢 就横着五条廊道的入口 其他的四条的入口呢 都是敞开的 唯有最后一条廊道的入口呢 挂着两扇大铁门 三人就走到了这个铁门面前 铁门呢 是黑悠悠的 进入铁门之后的廊道呢 很快在廊道里就发现了 两具唐军的尸体 而那些尸体早已脱水干枯 姿势呢 都面目真明 仿佛是在赶着往外爬一样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啊 像是在奋力地逃命 他们又朝前走了几十米呢 就发现了十具干尸 样子无一例外 脸上呢 都保持着那种啊 恐惧和绝望 当他们越过干尸呢 又拐了个弯之后 突然就变得非常大的一个石室了 但是石室呢 却看不到镜头在哪里 后面呢 有一尊颇大的石台 袁森仔细看这间宽大的廊道里的情况 这更像是一座古墓 能够把墓建成这样呢 势必是王侯贵族才办得到吧 在一处角落里呢 他就发现了一辆已经腐朽的马车 马车颇为宽大 可容纳多人乘坐 这时候那哈萨克战士就突然啊 告诉他说啊 你们知道这架马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他说在家乡的北江阿勒泰山脚下呢 部族的长者在去世之后啊 都有个习俗 会有一辆车子呢 载着他的尸体呢 到各家各户去巡逻 而每家每户呢 都要表示哀悼 巡逻完之后呢 长者的尸体才会被送入墓穴里安葬 这三条牛皮绳的位置呢 分别就是绑住人体的脚 腰和胸的三个位置 而这种绑法呢 能够最好的固定尸体 避免在马车颠簸上被颠下来 头部呢是不允许被绑的 据说头是人的精神之灵嘛 一旦被束缚住了呢 灵魂啊就不能够顺着太阳的方向而飞升了 袁森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啊 只不过这一下子呢 疑团就更大 火焰山底下发现了 哈萨克族桑葬中用到的马车 可是呢远在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山啊 他们又怎么会产生联系呢 那随着探险队的搜寻呢 一个更古老的文明啊 即将浮出水面 之后呢 我会继续讲起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